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其实有在办读书会 然后那个读书会的方式就是有买一本就是佛法的金药的书 就是之前应该法师有看过那本咖啡色的 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读书会就是请学员先回去看 然后看完以后再请学员分享 就是讲解完以后再就是有学员要有问题就可以问 然后呢就有有看过的人或是学长帮忙解答 那就是法师觉得这样的方式是OK的吗 还是说应该先听完或者是用什么方式再办读书会 或者读书会的内容可能不要那么的专业或者是 因为刚刚法师有提到说应该结合日常生活 不然怕我们太钻研在这个佛法里面 或者是这些零像 因为很多提出的问题可能就专注于在那个书里面 太空泛了 然后实际做的时候又有一段距离 对 这点要避免 至于说具体的做法 原因有那个做法不算坏 对 但应该要比不上你这一段 会把那个东西填空 这个我会觉得很难 很难兼用 因为实际也不够 也不是这个就是 因为要结合日常生活 可能必须要有一个议题 那有一个议题 其实我们同学会每个人都 会有各自的 完全不知道从何开始 是 因为我们 就我们一年级来说 是 好像没有一个人 就是非常的 是 了解 是 可能连 最基本的可能都不太清楚 是 可是 如果接触 直接先 接触最基本的 可能又会不小心栽进去 然后 可能又离现实有一段距离 所以不知道 那大家可以这样说 好 那大家可以这样做 既有过去这样做的 可以保留一部分时间在那里 那该听闻三规五戒 或者是 比如说我刚刚说那些新活动 那个做动 那个比如参加一个念一触相念佛 对 也 也渐渐想办法 哪一次都没关系 你要相信一次有一次的感应效果 那种超越感应 这样就开始在平衡什么 过度的学术化那种感觉 或过度的抽离现实生活 只在那些支箭上的问题 就 不会过度 为什么呢 因为三规五戒 其实就是下手处 就是你生活中应该有的下手处 比如说你的死箭 比如说你的五戒 你就开始会注意 就算我不受五戒 我也开始知道杀生死了 要杀生 那我少杀生 必要的话 做白老鼠那个还没办法 但是我尽量少做一些事情 这样举番这一点 甚至于吃素的好处的意义是什么 至于我还想吃肉 那要怎么办 就开始会可以讨论 或者我没有吃素 我家里不让我吃素又怎么办 那一开始就结合 那这个时候 吃素的价值在哪 数学的价值在哪 这个东西是可以讨论的 OK 了解吗 那这样的导入 会很现实 也可以操作 一定要这样 那这样就诱发你们 对于操作的困难的思考 然后才会一种答案 这样讨论起来就密密 他可以做的 你比如说 甚至于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三规五戒 如果我三规我娘 都不让我三规 再来 三规是不是又要吃素了 三规的话 万一犯三规会怎样 要不就是 三规要被爸妈发现的 会怎样 比如说这个意思 那这样这样 就开始可以引入很现实的东西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学长可不可以回答 他可以回答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跟我 或跟哪个师傅约 或跟哪个学长约 你们觉得OK 约远端教学 就是拉一下就好 现场拉一下就好 哪怕最烂的就是 没有投影机都可以这样子 然后拨开声音来听 是不是这样子 只要够大声就好了 要不就插个喇叭 也可以啊 对不对 即使感就很新鲜了 也可以做 总而言之 就是让他跟生活结合 那再来比如说同性恋 佛教怎么看待同性恋 这不也是很现实吗 是不是这样子 那也可以谈 至于刚刚那个操作法 先回去看啊 再来 这是很对的 比如说一本书 说不用花太多时间 不要讲多分的花 就是说一部分割让出来 割让出来做我说的这些 那一部分呢 仍然保留可以 但是保留的那一部分 要重整它的顺序 什么叫重整顺序 最好是配合这三规五界的理论 不要一下讲什么 八字规矩送啊 什么天台华言禅宗 不要扯到那里去 它是可以对佛教的各宗各派的 一般性介绍 像这一类 或者是 对了 高僧传解读 可以 高僧传应该把它导入成为 你们解读当中的一种 因为高僧传代表了一种修行的风范 我们一定做不到 但我们知道有那样 这个有白话文 也有原文 原文就是《大藏经》都有 那我们可以点 今天我们看那个 天台字的大师的大夫的传 那可以在哪里来找到 或者是说你们各自去找 我路上可能很多 有白话的 有古葬经的 大家去找 我们去读 那要出来介绍的人 要说明他资料来源 也可以啊 这样高僧传 显得就没那么学术了 对不对 它是不是很实践 对 是这样 甚至于你可以 大家来读一本 唐高僧传 或者梁高僧传 梁朝 就是 魏京南北朝 梁高僧传 那是藏经 这样子他就开始生活化了 虽然有些高僧 太神仙了 就是我们也做不到 但他开始让你感觉 哇 佛教不得私利 还真有这种人 诶 这依旧开始 不全然在 知见上 有没有 他开始在倒入 这个东西 你知道为什么 我会告诉你这个吗 我们佛学就是这样教的 我们佛学 也避免全部在 学术文字上 也一样会遇到你说的这种问题 佛学院的一年级 初级部一年级 遇到的困难 跟你们基本是一样 嗯 所以说 假设真的遇到一些问题 那可能需要用一些 一些 基本的理论去解释 那我们可以 随时在 在家里 在家里 比如说四圣地 集中性是很高的 对 元起是什么 这可以有用 佛法 基本上元起建立 要可以建立 四圣地的概念 可以多几次 这些可以让我们讲一辈子 你知道吗 整部拒舍论 就在讲四圣地 没想到 你想想看 多可怕 拒舍论有多大一部 所以说 这种课题不用换来换去的一种 这种基础的东西可以一直做 一直进行 你只要把它慢慢切割开来就够 不要太复杂 那元起建就在里面 自然就在里面 是这样 大家了解吗 有一种东西 不错用的 就是那个什么 大专十四奖表 那富裕利亚是曾经讲过 那种就是 你只要挑一个奖表就好 不用到十四个 一奖表 我两个奖表 就够你用 所以这样就够了 一定要加上我 我说的这些内容 我三规五戒的内容 够了 很丰富 重复两学习都做这样一次 只要第二学习 把第一学习再延伸 这样做 那浮以这个所谓的 现场问答 或者是跟老师 或者是谁 这样问答 这样做表情 应该这样的可能不错 不错啦 你还真有心 真有心的学弟 那不错不错 就当自己当社员 就是觉得哪边可以更好 就希望说 当了社长也可以 就比如说 全部做好 就是能 能 作为一种容易的方向 能力量做得更好 没错 不错啊 不错啊 是这样不错 你家里住哪里 就住这附近 哦 这样啊 哦 这样啊 哦 这样啊 那好啊 那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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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间量比较够 至少回家的时间浪费 不要太多 那爸爸妈妈 爸爸在这边 哦 外的这样 然后妈妈 老师 哦 老师 哦 啊有兄弟几名 一个妹 哦 一个妹 哦 不错啊 不是 过度的啊 过度的单一个人 那这样话很OK 那他们没有学佛呢 嗯 妈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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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爷爷奶奶我不知道算不算 就偶尔会你眼睛 你眼睛 但要算 对 就是多少算 尔沦牧郎 也有多少算 也不错啦 也不错啦 不过你这样 你做 你做社长 呃 也不 如果他们没有太那个 没有问情 你也不必太说 那他们 那他们 满正常 满正常就是 但是 对啊 爸爸是完全没有 没有什么 爸爸也 可能爸爸也不了解嘛 所以爸爸其实也不会说 有什么意见意见 对啊 爸爸只是叫我聊天嘛 真的 哦 没错 诶 这样看起来蛮开放的想法 因为爸爸他会搞我 哦 这样子啊 那很好 那这样的话你 蛮 蛮可以 那这样整个家庭背景上 要了解一下背景 这样 这样操作起来会很OK 我自己也会想 好 其实我接触这个佛法好像是大学 考完试的时候 哦 其实一年前而已 然后我是去那个 这附近有一个普关金色 然后 那个是中台山的 对对对对 然后呢 然后那时候就是 考试的时候压力 重考 我有重考 对对对对 然后原本是大二 但我现在大二 然后那时候考完后 就 欸 考试的时候很顺 心情遇到很多问题 然后 后来考完试后 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去特别管成绩啦 反正一考完就 妈妈就 因为妈妈原本就有在学 妈妈原本就在青色帮 妈妈原本就在青色帮 然后呢 妈妈就说那你要不要去看看 因为那时候 刚考完试嘛 很闲 然后我就 每个礼拜三吧 都晚上大概去那边 静坐 就我参加那个叫什么 初级的 静坐 静坐 对对对 要么 对对对对对对对 去那边陈修 然后每天晚上 每个礼拜三 也对对对 每个礼拜三这跟晚上 六点到十点 然后也会有学长带来 啊那些学长其实都是 学员 只是已经 那个上过课得 对对 然后就是觉得 我覺得幫助很大,因為那時候準備考試 心情上就覺得說 準備考試那段期間如果有這種 心靈上的寄託,那應該會很好 雖然說考試已經過了 但是考試完,那時候覺得說 如果能早一點接觸到,那應該會對生活非常有幫助 喔,這樣子就先,像剛剛我講的,身為一個社團幹部 應該要有一點經歷,要有一些感動感 所以後來,其實你已經沒有 後來,所以我才會不管,就是來大學的時候 發現有很多色法,那我想說 那時候我不知道,因為我其實也沒有很了解 所以我不知道到底金色的東西 跟這個社團教的東西會不會一樣 所以我就來看看 然後來看看,發現,因為金色也是演講四聖地 所以當初就是,在講四聖地以前 其實我就了解 對啊,所以我就想說應該是一樣吧 然後,所以就更投入在這個社團的群眾 嗯,那這樣的話,你這樣做 啊,因為我高中本來就是有 擔任一些幹部 所以有建議經驗 所以剛好,你在高中擔任什麼幹部 我是桌球師的社長 哦,所以其實也有辦過一些大型的實際賽者 是喔,那這些可以喔 想說就,一方面是自己 就是如果自己當社長 那勢必自己要多學習一點,模仿 然後,也可以對自己的這種幫助 然後另一方面,剛好學習 再繼續延續,就是高中以前 就是,帶領社團的這種 培養這樣,這種類型的能力 哦,所以我是這樣 大叔就 哦,如果是這樣子 那我可以給你再多一點建議 那,那如果是這樣,那可以了 因為,如果他是 勉強敢壓著上架 我就不要講太多了 那如果是這樣,當然我可以給你一點建議 就是說,你剛剛講的一句話 是對的 我剛剛不也提了嘛 我說,我自己在參加西聯境院的那個社團 那個佛學營的時候 我幾乎把幾櫃子的書都讀完嘛 欸,對,你剛剛講的 自己多充實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建議你那個 我那個YouTube裡頭的那個官網裡頭 天台中的入門那個課程 你能聽多少說得多少 因為那些對著你的基礎知識 對不對 你面對學員的問題的時候 那些可以給你幫忙 那也不牽涉 雖然講天台中 我現在講的 講在一個佛教歷史觀 是修行人的大乘佛教史觀 這個觀念在中國大陸 目前被我推動的時候 他們才醒過來 你知道毀滅大乘 主要就是佛教史觀 人文佛教史觀 也就是以人本佛教史觀 以人為本的佛教史觀 他去考據 他認為 欸,大聖經典沒有集結的行為啊 他考據結過 所以 最後錄影就是不說了 所以也某些長老 大長老他都說 法華經他這樣講喔 法華經雖然是被編轉出來的 但是他基本符合大聖法 哇,你聽懂我意思嗎 這是很可怕的說法耶 這樣了解嗎 法華經雖然是被編轉出來的 但是,也就是說 他是被後來人編轉出來的 但他符合大聖 這就有點因果相反嘛 請問喔,那大聖是用什麼經在表現的 被編轉出來的經 那這樣的話,無福人又大聖是被編轉出來的 不是他本意了 那就很可怕了 這樣了解 這就是佛教史觀 他接受了人類有形的考據 作為佛教歷史的真實 唯一 他忘記了有很多菩薩 是在定中把法華經送出的 這種東西沒辦法考據的第一 第二,你知道集結經典 集結經典 森文聖的集結經典 為什麼他有五百佛漢 因為他們是從凡夫修 視線凡夫修上來 既然是凡夫修上來 他不是正片之 他是阿羅漢的 他不是正片之明恨主 善事事件 他也不是久遠 視線久遠修學大聖法 所以你看阿蘭經都是短短的 短短的就是你記一句我記一句 目前問題是你記的那句 跟我記的那句一不一樣 他就需要驗證 但是大聖經典 你看看 動輒六萬字 你要每一句每一句集結 光集結一部法華經 恐怕就已經十年二十年過去了 對不對 所以那都是大聖菩薩 從定中聽聞 然後流露出來 送出的 這些並沒有集結的行為動作 但是他真的是記憶 代代相成記憶下來 送出的 但是必須要有緣的眾生 就一代一代的就把它送 就是記憶 記憶下來 等到有文字的時候 或者有紙有筆的時候 有那種字的時候 他就把它記憶 流傳出來 但是 西方人 他是以上帝為最高 唯一有神通的 神機的神通上帝 以下的佛都叫做人 的宗教師 所以他當然不容許佛 菩薩羅漢的神機存在 所以他叫把人 他把它壓成人 所以一切的佛教行為 都是人的反應 人的經驗 而日本到歐美去學 人的社會主義 社會科學人的時候 也把這套官吏學回來 所以他開始用這套 人的歷史經驗來檢驗 所謂佛教的真實 他就完全割斷了 大乘地超越人本的經驗 他就割斷了這件事 這就形成了日本最早的提議 大乘比佛說 反而歐洲人不這麼提 他就單單純純的說 這就是你佛教的某一種說法 日本最早提出 所以說這個日本人 真的是也是造罪 那他一路傳到中國來 就是台灣 特別是台灣 你知道嗎 所以那你就應該要去聽 那個天台中入門的課 因為他建立了一個 大乘佛教史觀 這是我後來提出來 這叫大乘佛 而不是人本佛教史觀 佛教史觀直接牽涉到大乘的價值 存在裡面 這樣那很可怕 那你如果能建立這樣 你就可以在未來導引你的社員的時候 就如如如不動 因為你的根本漸漸離起來 現在中國大陸的學者們 有一群學者比較有善根 他們開始接受我這個說法 也開始要這樣提 但你有另外一群 你已經受了你知道那群人 台灣早期的影響還死在那裡 現在他們已經開始在 現在形成兩個集團 在抗爭 那台灣的話基本不抗爭 你說你的 我們說我們的 但是大乘佛說還是比較強 因為終究像廣青老爺這些大修行人 都是以大乘是佛說做基礎 而我們都受這樣這樣熏陶出來 所以我們提的都這些 那沒有那麼明顯 再來佛學院雖然受一點點 這種大乘被佛說的影響 主要影響在南洋一帶 不影響在台灣本地 因為台灣本地像你剛剛親見那個道長 那基本上都是達乘佛說的 作證 所以他一站住他站得住 可是聲文 南洋人也不一樣 南洋人他連讀漢文都拿 他就讀白話文 然後他來到台灣的話 他就以台灣的佛學院所學的為唯一 他出去他旁邊去 沒有什麼長老大德 在展現大乘佛說這樣子的一個環境 沒有 結果那些年輕比丘 讀完佛學 特別是某些佛學 讀完回去的時候 就堅持大乘佛說 所以很糟糕 特別是他又在南洋國家 南洋國家 剛好小乘人也說大乘非佛說 剛好一起結合起來 他們的大乘非佛說呢 是這樣說的 大乘非佛說 可是大乘是佛法 跟小乘人的大乘非佛法 也非佛說 當然有區隔 他們就這樣覺得滿足了 你知道嗎 這樣我跟你不一樣 我跟你阿韓人不一樣 他就自我滿足 我最近 齁 我有一個出家師父 算四者 目前還在 帕金在印尼 你知道 天天受到這種 叫法的攻擊 然後他一直堅守 拜法華三美燦 送法華阿金 完全是異類 對他們看成異類 然後他就一直給我反應 他們的事項是這樣 很可怕 這樣你懂嗎 所以 千萬要記得 既然你有過去這種姻緣 那就會多一點這東西 你自己聽 聽了就好 不要把它當作功課 你把它當作 誒 是你的基礎禁忌 這樣來去聽 你歡喜也去聽就好 因為大概你聽我講 應該不會想打瞌睡 因為那個時候 都在夏天講 你這樣講得太悶 人家也會打瞌睡 那基本還好 好不好 你能聽多少算多少 盡量聽話就OK 好不好 好 OK Wish台灣燃燈功德會 郵政跨播 護名社團法人 台灣燃燈功德會 跨播帳號 5032-3858 5032-3858 銀行帳號 銀行貸號 土地銀行 005 帳號 012-001-202-608 012-001-202-608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 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点灯慈悲施食 要供焉供 能入涅槃解脱道 慈悲至夜宜蘭大碑观音道场特举办 恭送妙法莲华经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1月9日到11月11日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宜蘭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义共慕佛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慈悲至夜花莲中心 起见药师法会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11月12日到11月14日 12到13日 恭送药师刘梨光七佛本院功德经 14日 礼拜药师保产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请与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上师如此教导 为立以上中下根者 而在龙年秋季的第二个月第八日 在红颜谷 传授此禅修教研之书圣经慢 生起与圆满合一 有圆念与无圆念的修持指导 拉谢国王 向莲花生大师问道 大师 祈求您赐予我们结合有圆念 与无圆念 修持的指指教研 如此说完 国王向莲师献上黄金曼达 并随着琴法 而进行一座会共 莲师随后便给予以下教研 翁阿哄 这是认清三种子字 生与义大印的教研 不论你留住在什么地方 你所在地方就是闭关处 你的身之山域 此处住着隐居的修行者 你的心 首先 观想自己为本尊 在一刹那间意念起完整的本尊身形 认清此身形 连同其色彩 法器 颜饰 衣着在内 其栩栩如生的显现 极为报身 认清此本尊身形 极为化身 虽然能看见 却不具实质 不是由任何物质所组成 当你如此观想时 认清你的心 不是千变万化的念头 而是法身 并且它保持明彻与无念 有如不为风动的苏油灯焰 认清所观想的本尊 除了可在你 视其为本尊体性的心中 找到之外 无法在他处寻获 接着 以身 与意 加持此本尊 观想在你的头顶上 有个四伏的法轮 其上有白色的翁字 认清其为一切善事身的体性 观想在你的喉间 有四伏的莲花 其上有红色的阿字 认清其为一切善事欲的体性 观想在你的心中央 有个十字的金刚处 处的中心 有蓝色的轰字 认清其为一切善事欲的体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